頭髮對一個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合適的髮型可以提升一個人的氣質 其實對於貓貓狗狗來說都是一樣的 一身漂亮的毛髮 可以瞬間擊中我們的紋殿 打到我們的身巴 所以今天我們將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寵物美容殿 看看紋充雲是怎樣做Facial 準備好致受可愛暴擊 Let's go MING PAGE 事不宜遲 一起看看貓貓是怎樣做美容的 現在整紙甲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主要注意紙甲有長度 不可以剪太短 如果太短的話 如果能進入浴袋就會出現 現在是梳浮毛 還是梳什麼毛 現在是整隻 首先要將它梳順 然後檢查一下有沒有哪些地方有打結 因為長毛貓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打結 我看它要空多久呢? 一般就是20至30分鐘 會不會根據貓形的情況有不同? 是 如果它是企的姿勢比較配合機 就會快些 如果縮一塊就可能會出現更久 即是看它當時的狀態? 是的 都幾多 吹響很多 以前是人們喜歡但不會養 現在人們是有能力 喜歡就養 越養越多 它主人找到我們 它就說以前去過一個地方洗澡 可能很暴力 之後就很怕洗澡 在我們的洗澡就是 安撫了可能大半小時 然後肯讓我們摸 等於它已經開始信任我們 其實已經是 第一感覺是被它感動到的 然後後來幫它洗澡 就是不會咬我們 也不會打我們 感動很大 因為原來我們用心和溫柔一點 它是感覺到的 跟以前比已經是很大的變化 它們會對養蟲的這個理念 會更加科學 還有例如 就是定時帶它去洗澡 驅蟲 驅蟲 都經常聽到就是帶小動物去住肉 這些都算是比較科學的方法 大家消費水平提高了 這個是其中一 然後第二樣就是 大家養蟲理念不清楚 就是它們會使得洗錢 還有洗錢的方向是用得正確 那它體驗就會越來越好 它就會越來越捨得 話題多了很多 吵架其實又很少吵 不吵 我真的基本上不吵 這個可不可以不報 如果你要留給我 或者不排氣 還是下次獲可 忘記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